那好啦,今期想和大家玩的是這隻阿極陀 那,作為1.0,這隻阿極陀3.1真是美得不得了 我個人覺得,就算放回現在看也很美,就看見它粗毫4點 那,大家以為我真的介紹它,錯 見到這盒在後面,就猜到我想和大家玩的真正的阿極陀是這隻 雲陀的紙皮盒 我們來看看當年的雲陀 就是這隻 和今時今日的雲陀的阿極陀 有什麼不同的呢 就是這隻,沒錯,鎮骨釣出的3.1阿極陀 這隻呢,算是新品來的 為什麼呢,並不是和之前推出的那隻阿極陀的載版 是同一樣東西 這隻是真的新發售的 之前和大家玩的那隻阿極陀 就是變相是天貓出一個套裝 來一起發售的 這隻有單獨出過日版 我這隻是日版來的 天貓那隻阿極陀 只可以在天貓買代理版的 就是拍廢 這隻阿極陀 這裏有一張真骨釣的那張紙 大家都知道 這隻就不算首型戰士 因為配件都十分之多 原本想著 如果買到一隻 3.1就兩隻大地的 形態的阿極陀 應該可以DIY紅色和藍色的 風火阿極陀 但看看應該是不行的 就把所有東西都拿出來 最後我都會拿1.0的來 跟大家去對比一下 開箱之後 配件方面 都是跟大地阿極陀 沒什麼區別的 一個替換的角 即是張開了角的頭 一支那個 類似激的物體 和一把劍 先把所有配件都拿出來 看看所有手型 手型方面 藍色和紅色都是一對 即是藍色有多少 紅色有多少 即是左手有多少 右手有多少 如果你要DIY紅色和藍色的風火阿極陀 兩隻出來 藍色就是藍色 在於他的胸口 這個位 紅色的火阿極陀 真的要是紅色 藍色就一定要是藍色 所以我決定了 放棄DIY這個想法 等他出好 我們來看看 頭 頭跟大地阿極陀 一樣 那把劍 有一說一 我是挺喜歡火型太亞極陀 即是拿劍這隻 就是這樣 在劇中 和Cougar的性質有點像 即是拿任何 棍類的武器 都可以變成劍 這個是直接拔 我們換一換來 下去玩吧 這把劍 有沒有分前後 有啊 大家看看 這把劍有分前後 即是那個位 這樣 這把劍 就是簡陋了 比以前 1.0那把 大家對比一下 細節是多了 即是多了前面紅色的紋 但這把劍真的簡陋了 以前那把很粗 再對比1.0這把 反而差別不大 都是差不多 但是細節做工是好 新版 我們看看主體 主體方面 和大地亞極陀 基本上是同模 沒有任何區別 就是兩隻手是新規 其實都不算新規 就是肩膀兩塊較新規 其他都是由紅色和藍色 手的那把劍 手的那把劍 這次亞極陀 無論大地也好 還是三一也好 中獎機率都頗為之高的 網上話 我這隻也有中獎 大家看看 兩個位置 我指給大家看 第一個就是 這裡 那個漆面 塗裝太薄 底色外露 另外就是這裡有一點 很危險 當戰損問題不大 腳掌動 數體來說 現在很舊 即是亞極陀這個數體 都沒有太大可以期待 新鮮感不算高 對比新的拉打來說 防儀式都是三層 腰帶下面一層 腰帶上面一層 接著到腰這個位置 即是上胸這個位置 一層 先把腰帶都拆出來 腰帶都是拆的 真的鬆鬆的 因為它沒有貼緊的 只是戴著腰帶而已 如果你要拿FIGURM 那些DIY可以拆掉這條腰帶給它用 頭我就不給大家看換 大家都要知道是怎樣換 不過算了 還是換一換給大家看 直接拆 直接拆 接著換回這個角 為什麼我想一下也是要換呢 因為我一會兒要對比1.0 有一層一 這種新版的球型 就好了 一條棍 拉這個球型就不會爛 按插 這個頭反而很容易插 好奇怪 大概就是這樣 細節上 上色就整隻 紅色就是金屬紅 藍色就是金屬藍 其他跟大地都是 顏色是一模一樣的 深刻這裡就看到 我指給大家看一下 這塊透明甲 我習慣叫腹眼 但是腹眼應該是剪爛這個位置 但是這裡呢 它也是透明件 類似仿腹眼的設計 這個腰帶兩個三個位置都是 黃色和兩邊黑色都是 細節OK 我們來對比一下1.0 先講講1.0 1.0的素體 在當年來說 也是放在雲下 最大的特色就是金屬腳 整隻的 現在看起來是很瘦削的 這隻我是網上收二手回來 大概是10元美金 還是20元美金 好像是 其實成色OK 上一手買家都保存得OK 這隻我買回來很久了 都有三四年了 我是趁今次要介紹這隻 封火阿極陀 不是 三一阿極陀 我習慣叫封火 我就順便同時介紹一下 大家可以看得出 現在新版的真骨丁 這個型 其實比舊版好很多 腰帶方面 亦比以前更加精準 再看看腳 腳方面 反而相差的質感 就不算大 先闊開所有健康 以前舊版這裏 就有點鬆的 這個球型 新版就改善了 因為新版沒有那麼外露得明顯 那個球型 再看看腳 腳的方面 我原本打算這樣打 這樣放來 對比都不錯 好像不錯 舊版呢 可以看得出腳 特別是優的 新版這個 下邊右 上邊粗 就是像真人的構造 腳的 這個就是膠腳 下面有球型的轉動位 先對比腳底 腳底兩隻都差不多 就是這樣 這兩個都是 這種設計 我習慣了叫1.01 一式吹符設計 那就可以看到 舊版這裏是沒有油式的 新版這裏 有油式的 可以看得出 新舊的對比其實是很明顯的 尤其是新版這裏更加符合皮肚的設計 基本上是這樣 那就好了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拜